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大牛眼软件金融工程师Hugo Zhou 今天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电脑去操作大牛眼 首先我们从网站上面把大牛眼的安装原体下载到你的电脑 接下来我们双击这个安装原体 电脑会询问你是否同意把大牛眼安装到你的电脑里面 然后你选择同意 电脑会询问你是否愿意把大牛眼的软件升级到一个新的版本 然后你选这里同意升级 这个过程可能花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等它成功的升级以后 就会自动跳入一个大牛眼的安装的步骤里面 你只要按照它的提示按下一步就会成功的把大牛眼软件安装到你的电脑里面 OK安装好之后在你的桌面上面就会出现大牛眼软件的登录图标 然后我们双击它 你就会看到一个大牛眼的登录画面 在这里username输入你的登录名字 password之后如果你想电脑记住你的用户名跟密码你就在这里打个勾 接下来我们就登录大牛眼软件 一开始你会看到一个扫描的画面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是扫描一只股票出现新高跟新低的一个模型 在下面一个比较小的框框是一个大牛眼的操作的界面 在上面你会看到window tubes跟layout 我们点一下layout在第二个选项openlayoutfile 我们按一下就可以读取我们老师事先给给你们设置好的三大模型的一个界面 只要我们找到那个三个模型的界面 选open 我们就会看到三大模型就会弹出来 这三大模型分别是新上市股票在上涨 第二个模型是已经10天没有达到52周新高 第三个模型是便宜的股票在上涨当中价格是在15块以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中一个模型里面一些股票被慢慢的逐渐的扫描出来 这个吹态就是现在的交易时间 新宝代表这个股票的代号 看就是这个股票出现这个讯号的次数是多少 ADV跟RTVM都是这个股票 他当天的交易量是过去14天的比例 Range是他的股票的价格的那个范围 Description比较重要就是这个股票出现哪一个讯号 值得我们关注的 new这里new6day post market high 就是说这个股票在在盘后出现了6天的新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 右键这个黑色的画面 我们看到有4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Face Scream 就是把这个跳动的屏幕给停住 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看上面的每一只股票 它的交易量跟被算的次数跟出现讯号的具体内容 然后我们在右键再按一下左键Face Scream 就可以重新激活这个跳跃的画面 第二行是我们的扫描的设置 按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这里是信号 然后挑出我们想要在1万多只股票里面找到的股票 符合哪一些条件 比如说新高新低 新的5分钟的新高 再30分钟的新高 等等 第二个是过滤器 过滤器的作用就是把一些 你不想看到的股票的一些条件 给过滤掉 或者说 当你设定一定条件 如果那个股票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它就不会出现在这个黑色的屏幕里面 然后当你挑好一些你想要设定的一些条件之后 按应用 这个条件就会被应用起来 第三行就是把你刚刚做出的一些设定 还原到原始的状态 第四个是Hot Scan Hot Scan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扫描的模型 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有我们三种 比较 关注的模型 第一种是最新上市的股票在上升当中 跟 比较便宜的股票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欢的需要 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模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